各位麦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这是我们Bootstrap课程的第二节课 从这一节课开始我们学习Bootstrap的三格系统 这个课程的目标我们要学会Bootstrap三格布局的用法 那整个Bootstrap三格系统布局呢 我们分为两小节讲 第一小节给大家讲Bootstrap三格系统实现的基本原理 然后我们一起查询 第二小节给大家讲三格布局的基本用法 和格子参数 三格参数和静止响应布局 那首先我们看什么是响应式设计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生活中所使用的设备有手机 平板电脑 笔记本 台式机 那这些设备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屏幕的大小不一样 也就是分别率大小不一样 那响应式设计最核心的思想就是 我们设计一个网站能够兼容多个终端 而不是为某一个终端定制一套特定的网站 这是响应式设计的一个核心思想 那所以响应式设计就涉及到我们的自适应的响应 好我们打开这个bootcss.com 这个bootstrap的中文网站 我们找到点这个bootstrap3的中文文档 点全局样式 全局样式里边我们找山格系统 往下找 首先看这张图 整个bootstrap呢 把我们的屏幕分成了这四种 第一种叫超小屏幕 这个用Xs来表示 它是小于768分辨率的 也就是横向的这个分辨率 如果小于768像素的 我们叫超小分辨率 那大于768像素到小于992像素 这个分辨率之下的这个分辨率呢 我们叫小平板 叫这个小屏幕分辨率 中等分辨率呢是992像素到1200像素 叫中等分辨率 然后大于1200像素呢 我们叫大屏 叫叫大屏幕 也就是bootstrap呢 把我们的这个分辨率 分了这么四个区间 分了四个区间 然后整个把我们的这个屏幕 把我们的屏幕的这个一行 拆了12列 主要拆了12列 看这张图 bootstrap bootstrap三格系统实现的原理是这样的 把我们的屏幕大小 把我们整个这个屏幕的宽度 拆分成12列 拆分成12个等分成 就是屏分成12个格 那每一格的宽度 和整个屏幕的分辨率是有关系的 如果整个屏幕的分辨率越大 那这12格的每一格的宽度 当然就越大 是按比例来算出来的 而且这12格呢 它是flow layout 是水平排列 那我们将来要设定 比如说看底下第二号 我们要定一个DIV 我们将来不指定这个DIV的宽度是多少像素 或者占多少百分比 我们是指定这个DIV 占这12格的几格 那我们这个DIV呢 占12格的8格 这样的话 在不同的分辨率底下 它始终是占12格的8格 那系统会根据屏幕的这个分辨率的大小 自动拆成12格 每一格的大小根据屏幕分辨率大小自动在变 所以用户将来定义DIV块的这个宽度的时候 只定义它占12格的几格 而不指定像素 或者是这个百分比 这样的话 它我们分的这个比例 就在很多 在各浏览器底下 各分辨率底下 都可以什么呢 兼容我们这个8比4这样一个比例 这是我们三格系统实现的原理 接下来我们写一个简单的程序 给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新建一个web项目 这个web项目呢 我们叫CH02 我们要使用bootstrap 首先要导入bootstrap的css文件 加了script 那第一节呢 我们已经使用过bootstrap 所以呢 我把第一节的这个js css 我都复制在我们第二个项目里边来 Ctrl-V 因为js里边这里边我导入了jQuery的这个文件 好 切换到我们hbo点 好 我们点右界新界一个htmr文件 这个我们叫demo01 那demo01呢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bootstrap的这个文件导进来 Ctrl-C 我把这个index作为一个模板算了 以后号复制 Ctrl-V 好 demo1呢 我们在hand里边Ctrl-V 稍注意啊 用htmr5的doctype 然后这个编码 然后是移动设备优先 那这个呢 我们叫demo01 然后引入bootstrap的这个css文件 那我们做这个类型呢 用不到这个javascript的插件 所以javascript不用引入也可以 好 首先我们在body里边给个dii div呢 我们给一个class等container 那这个样式呢 也是bootstrap给我们定义的 container就是一个容器 它会根据屏幕的大小 它就会根据分别类大小来自动给我们设定这个div的什么呢 宽度 那我们在这个容器里边给div 指定class行 指定这个div是行 这个行只能放在container里边 如果你这个div要设class为row 那这个div必须要放到container里边 这是它的规定啊 然后div class 靠md md1 好 这给上一个 靠md1 好 有几列呢 12列 我们拆上12列 1列 2列 3列 4列 5列 6列 把这6列再复制一下 就12列 Ctrl C 好 12列 好 那么再给第二行 这是一行 这和我们表格其实有点类似 只是行的话不用td标签 而是我们用单独的一个div 指定它的样式为row div class 靠md 8 md4 这边我们给md4 这边给md8 好 我们运行看一下 注意我这第一行里边给了12列 那每一列占一定的自己的小格 那底下第二行呢注意 第二行呢 第一列占了12列8个格的位置 所以占了相当于占了8列 占了8列的宽度 那我给它加一个样式 让我们能看出来这个效果 style div 给它设个边框 border epex 实现 好 现在我们再预览一下这个效果 注意大家这样的理解 整个屏幕 注意我的电脑 我电脑的这个分别率是1280乘800的 好 我们再看到这张图 我的电脑是1280乘800 1280 那也就是1280主要从小向大接融的 这是 那我再设了md md就是 设md的话 它把continor会设成970像素 md表示这个中等分别率 我再设了md就是中等分别率 表示这一行呢 把整个屏幕把整个这个屏幕拆封成了 12 12等分 那这有占了多少列呢 占了12列 那每一列就占了什么呢 12等分的1等分 那再看第二行 第二行呢 我们给了两列 第一列占了12等分的8等分 第二列占了12等分的4等分 所以我们看一下效果 它占了8等分 它占了4等分 但是这个如果你把屏幕变小 它就垂直排列了 因为我们说的md是中等分别率的这个参数 它在小分别率底下就垂直排列了 那这些元素都用了什么呢 flow floatleft这样进行排列的 好 这是给大家讲这个山格系统实现的原理 要注意的细节是注意 一个行必须在container当中 注意看 我们这个行必须要在container container当中 那行里边 它才有列的直接元素 才有我们的什么呢 div直接元素 然后div呢 我们这儿它定了很多啊 我们靠md md的话表示中等分别率 我们也可以给设小屏幕的 那比如说 看这张图 我们也可以用 xs 也可以用sm 也可以用lg 那我把这个4 我把底下这一列给它稍微改一下 这个呢叫call sm 小屏幕 小屏幕的话 让它粘六个根 call sm 小屏幕粘六个根 注意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 第二行 在中等分别率下 第一列粘八个根 那第二列粘四个根 那如果在小屏幕分别率下 那第一个占六个根 第二个也占六个根 就相当于等分的 好 那我们用心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是我们的比中等分别率大的分别率 所以的话 它就兼容了8比4 这样一个比例 那我们再小一点注意 转到这个小屏幕分别率 注意哦 看现在转到小屏幕分别率这个区间 那这两个列呢 它是等分的 它占六 它占六 是自动的 所以大家从这地方要看懂 MD SM 还有我们的 LG XS等等 好 重新大家找一下 找到我们的山根系统 这有一张图啊 所以大家要学会 要知道C12 XS表示小屏幕分别率 起作用 SM表示小屏幕起作用 XS是超小 LG呢 是大 MD呢 是中等屏幕 所以大家从这地方 大家从这个例子 大家理解 什么是这个 山根系统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 不管在什么屏幕底下 你看 在小屏幕底下 这个比例 中等屏幕底下 这个比例 已经自适应了 这两种分别率了 这是Bootstrap 给我们提供的 这样一个好处 好 那么再看 什么叫媒体查询 媒体查询呢 就是 我们可以指定 在你先分别率底下 让它执行我们特定的什么呢 CSS样式 那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比如说这个吧 好 Copy一下 还是在这个例子上给大家做 那我在style里边 加一个这个 Media Maxwise 767 也就是最大分别率是767 就小于767 如果在小于767的分别率底下 我设定一个DIV的样式 Background 这样一个颜色 好 那么看 这个什么时候 这段代码 看什么时候能起作用呢 就是当 主要 这是当屏幕分别率 小于 最大就是767 那就是小于767 像素的时候 好运行 这呢 显然是大于 这是我们的1280的像素 好 再小一点 小于767 注意 小于767的时候 DIV的背景就变成了 我们的这个我设的这个颜色 这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媒体查询 根据这个我们可以设定什么呢 我们也可以加个end 主要 这呢 是小于mini768 那时候最小是768 也就是768到我们的991像素 你可以设定特定的css 那这些代码就是我们可以 在特定分别率的显示器底下 让它执行我们特定的什么呢 样式 大家的语法就是这个 大家把这个将来自己什么呢 写一下 当然在这个文档里边也有 在我们这个文档里边也有 全局 山格系统里边有 有啊 媒体查询也有 好那这一小节呢 我们先讲到这 那下一小节我们再学习 山格布局的基本用法 那这一节大家就是自己先尝试在body里边加container 然后再做行 我们可以任意指定这个链占我们12小格的几个 好这一节我们先讲到这 我们先讲到这一节目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